我们也了解一下男嘉宾的情感生活 我老伴已经走了三年了 他的离去让我有很多遗憾 相信老伴心不好受 老伴突然这个趋势是我没想到的 老伴是个勤俭持家的人 我们两个工薪结成 省事俭用攒了四套房子 老伴走后 我心疼了很久 也难过了很久 有之后他就没逮着 完了给人家打工 他是技术工程 一开始在小工厂 完了给人家打工 最后人的话 一年比一年岁数大了 眼睛也上不去了 他又到房产的部门 给人家发胆子 发胆子 发胆子 完了还在铁路急修还干过 反正一直没逮着反正是 就没享受过什么 没享受过什么 没享受过什么 没 哎呀 是 没 没享受好的生活吧 我想他也不希望我一个人痛苦的生活 现在我也想开了 到了晚年 再不至于当下的时光 也没有机会了 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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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住那几间房子都能够到房子 哎呀 我的天呐 您现在手里边攒了三套房子 你做啥买卖了 以前我和老伴没有什么 一直也没待的 老伴退休之后啊 就给你打工 啊 一直打到没 在没退休之前我就卖精油 退休之后呢 我又卖了十了脸 您俩可真 老伴一没了 我一合去卖啥卖呀 这有什么用啊 这死了还能带走啊 就是你活着吧 一天要活出质量来 必须得要有质量 这个那个不良的习惯 一定把他磕过掉 特别是在晚年 我那天最大的遗憾是啥呢 这老伴跟我这么多年了 也没享受苦 完了之后就没了 我这是心最大的遗憾了 那如果说以后的话 再过几日子来 是这个钱得怎么个花法 会不会还是特别仔细 不能不能了 这么大岁数呢 以后现在我这个孙子吧 马上就高三就毕业了 明天就毕业了 毕业之后呢 我儿子也用着钱了 所以说这房子出租前呢 到时候就和我儿子想了 他不能抖压我说 这房子给的呢 住人还抖压我不可能 那如果说以后这老伴说 说你看你这个三套房子 我俩要结婚了 怎么的是不是得有一套 咱俩写个一起的名啊 那肯定啊 能吗 那肯定 那儿子他也说出了他 对啊 其实大哥是这样的 就是想想福 享受人生啊 对 不仅仅是我们 不仅仅是我们在之前 我们之后 我们现在也是一样的 因为你之前你家里面 为了攒那么多的钱 你们两人共同奋斗 就是为了攒钱 存房子 但是呢 没有很好的享受生活 所以有补偿性的消费 作为中老年人来讲 是普遍存在的 比如说过度的去买一些消费品 比如说过度买的一些保健品 比如说买一些洗脚盆 比如说买一些按摩椅等等 就是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我们注重身体的健康 注重享受生活 这是应该的 但是也要理性消费 不能够因为我们之前没有过好 我们今后就要把那些 都给他补回来 那不能 对 这个态度就特别好 就像刚才我们女嘉宾一上场的时候 看着她身上戴的首饰特漂亮 如果说未来 我们女嘉宾就喜欢首饰的话 你真的会像这个 刚才密室里边这几位男嘉宾 说的那样买买买 那肯定啊 这因为啥呢 咱们这么大岁数还能活几年呢 对不对 既然我想找老伴 就达到对老伴的满意 对吧 对老伴满意 这老伴你怎么才能满意 这个消费吧 谁都爱美爱老 但是咱得有看自己的条件 你有那个条件买 没那个条件咱不能说 从外边给我借去 我就非得要这个东西 那是当然 是 咱们过日找的不是钱 对咱们过日 对 早的是人 姐姐这句话说到根上了 特别好 其实我们是赞成这个勤俭持家的 但是呢也不太希望我们这一把年纪了 还这个口挪肚子 就是仔仔细细细的 像我们叔叔说了 我给谁省给谁留啊 咱主要是活个自己舒坦 只要不过分的情况下正常消费 对 好 两位还有什么要问彼此的 咱们打问的 男嘉宾呢 几乎都差不 没啥问的 好嘞 二位请起 到身边来 好 我们男女嘉宾到底合不合适呢 一会儿才能知道答案 我们男嘉宾可以回到密室稍坐休息 来 这边请 好 再见 再见